全能神经典话语 而是凡是神所做的 凡是神所流露出来的 都与真理有关 就是说 神所说的每一句话 神所做的每一件事 都与真理有关 这个真理 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 这个真理 这些话 是因着神的实质 是因着神的生命 所流露出来的 因着这些话 因着神所做这些事的实质 都是真理 所以我们才说 神的实质是圣洁的 就是说 神所做的一件事 或者神所说的一句话 给人带来了生机 给人带来了光明 让人看到了正面事物 看到了正面事物的实际 给人指出了路 让人走上正道 这些都是因着神的实质 决定的 因着神圣洁的实质 决定的 当你了解了神的圣洁的时候 你就真正能够体 你真正能够体会到 独一无二的神自弃 这句话的真实含义 是什么了 你不会再想象着 你还有别的道路可选择 而且你也不愿意 再去背叛 神所给你安排的一切 因为神的实质 是圣洁的 那就是 只有神能让你 走上人生的光明正道 只有神能让你明白 人活着的意义 只有神能让你活出 真正的人性 能让你具备真理 明白真理 也只有神能让你 从真理得着生命 也只有神自己 能做到让人远离恶 远离撒旦的残害与控制 除了神以外 没有任何人或者是东西 能够拯救你 脱离苦海 不再受苦 这是神的实质决定的 也只有神自己 这么无私地拯救着你 对你的前途 对你的命运 对你的人生负责到底 为你安排一切 这是任何一个受造之物 与非受造之物 所不能达到的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受造之物 或者非受造之物 具备神这样的实质 所以 没有任何的人或物 能够有这个能力 去拯救你 去带领你 这就是神的实质 对于人的重要性 我对人历来要求都很严格 若是你的中心里有存心 有条件 那我宁可不要你的所谓的重心 因为我验证 人用存心来欺骗我 用条件来勒索我 我只希望 人能对我忠心无二 做任何事 只是为了一个性子 都是为了验证一个性子 我讨厌你们 用花言巧语 来博得我的欢心 因为我对你们 向来都是以诚相待 所以 我也希望你们 能用真正的信 来待我 我要的是什么样的人 你得知道 国度里 不容许有污秽的人进去 不容许污秽的人 玷污圣地 你虽然做了许多工作 你虽做工多年 但到头来 仍是污秽不堪 你想尽我的国度 那是天理难容的事 从创世到如今 我未曾经 我未曾对任何一个现私情的人 开过这样的方便之门 这是天规 谁也打不破 你得追求生命 今天要成全的 是彼得 是彼得一类的人 是追求个人性情变化的人 是愿意做神的见证 愿意尽到受造之物的本分的人 就这样的人 才是被成全的人 假如你就是为了得赏赐 不追求自己的生命性情有变化 那就一切都徒劳了 这是永不改变的真理